秋叶园,展览圣地,汇聚二次元游戏,周边,漫展,女仆,甚至这里的妖装店和中古店都融入了二次元元素 日圈朋友直接简称Akiba 相比其他车站的横七速八的线路,秋叶园规划很简单 招合口,一般从这个口出来基本只有一个目的,有多巴西 应该是最大的店铺,无论是横向的种类还是纵向的配件 都相当全,旁边这家章鱼小丸子不错 中央口,离招合口很近,主要是为了换成其他线路 比如这条通网住坡,北口,本来有两家可以逛 Akiba 48主题会馆和高达会馆 现在是魂店,里面是这样 之所以叫电器接口是因为这里本来就是卖电器的 后来才延伸出二次元 而现在这条街被米哈游包了 毕竟全球科兴排名,岛国可是第一 电器接南口,电波会馆 应该是日本最大的宅栏楼 前这里是主间收音机,而因此命名 门口就展示各种手办 进门就是卡牌店,还有家A社 二楼,格子铺手办 三楼,动漫桌边 还有公口书哦 四楼,阿咪阿咪手办天堂 应该是日本最大最权的店 五楼,海洋堂,奥特曼和一些七星怪状的手办 六楼,模型手办 除了高达,四驱车 还有些各种飞机,汽车模型 七楼,人形玩偶 除了玩偶本身 还有玩偶的衣服,头发,鞋 应有尽有 八楼,玩具枪支军事模型 九楼,卡牌对战中心 特别是游戏网卡牌 甚至还有人在收藏拍卖 四家,娃娃机和游戏机 一共五家分店 这家,Toleta,要逛的 有的十年以上坚持卖日本传统公口游戏 一楼是正常游戏手办 关键在二楼 大致是这样的 如果你喜欢公口游戏,你懂的 这条街也是电器街 能淘到很多便宜商品 甚至电脑配件 这家拉面店味道不错 还有这家博多丰隆 最主要是能免费加面两次 手办周边店有 爱好天国 Lulang Nipati 乔越元X 综合店有 Alimento Mantarake 郡和屋 一共也有五家分店 因为位置和Sega比起来相对便宜一点 所以会比较便宜 扭蛋店有 Gachapon Gachakacha Idol Shop 甚至一些店铺门口 娃娃机电邮 除了最大的市家 还有Taito Station Nijalando 同龙制电邮 Tonalara A 这家针对的是男性顾客 里面大致是这样的 和公口游戏那洞一样 一楼是正常漫画 属于越往上越公口 旁边还有一家Tonalara B 也是同龙制 只不过针对的是女性 从这店里粉嫩粉嫩的装饰 就能知道 楼上都是妹子 我就不上去了 另外我个人认为秋月园 最有魅力的就是女服店 平时分布在各个街道角落 身为一个标准展览 来秋月园不去一次女服店 实在太可惜 这个我倒是会单独出一期 敬请期待 秋月园还有一家肉的万事 其他地方也有分店 但这家比较有意思 每一层都是不同的餐厅 现在只有一楼的万事拉麦店 和罗生店 三四楼是一般的料理店 以前还有地下的居油屋 五楼的烤肉 七楼的素食烧 削布削布 十楼的铁板流露 另外如果你们到了秋月园 可以来到戈壁站的玉茶水 尼亚之旅的去引地 然后是这个十字路口 往前面走就是丸之内线 角度是这里 然后来到深桥上 一个角度是这里 最后就是我们红镜车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秋月园攻略 最后 供您参考